愛上9點半 請加入 都在看 都在看 一起看 就對了 這就對了 我們這個節目的收視率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對不對 觀眾朋友對我們的支持是最重要 很多人都會覺得 台灣來賓就是這一些 我們怎麼樣子能夠在這個童中求藝 做出不一樣的味道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愛上9點半 今天來到我們節目當中 四位非常可愛 美麗的這個女生 對 她們算新人喔 都是美女喔 這個厲害了 一起來歡迎我們這位 四位可愛的漂亮寶貝 歡迎 小林智霖 馮媛珍 來囉 接著下來是什麼 歡迎美后李妍婧小姐 出來都要走秀嗎 好可愛喔 李妍婧 來… 再來是我們小周迅代君主 我友 援緊這個品 好可愛喔 可愛喔 可愛喔 可愛… 小周迅耶 接下來這位更厲害了 是我們小周友 Evo Evo 有 好耶 好 性感… 舒服咧嗎 來…走個排骨 來… 志妤 厲害… 來… 來… Take a seat please 厲害… 所以你的觀眾朋友 這個叫新鮮感有沒有看到 看到四位辣妹一來 對啊 我們要從這個資歷生的先來好不好 我猜的桃花眼美女 當時就是馮媛珍 媛珍妳好 憲哥好 劉珍老師好 好可愛喔 講話全身都梳嘛 你今天一整集應該都會等到 對啊 左邊馮媛珍 右邊劉正喔 厲害… 好可愛 來…坐…坐著 這個電眼美女啦 桃花眼美女對不對 桃花眼 可是那時候好像是 那一期的第三名而已 無所謂… 張曼玉是當年剛節的第二名 可是一二名現在也都沒有在圈內 對不對 已經都OK了嘛 別擔心好不好 第二位就不得了啦 我告訴你 人家還真正是拿過選美冠軍的 李妍謹小姐 哈囉 憲哥好 李妍謹好 我是妍謹 妳的腿怎麼會長那麼長 媽媽…身得好 妍謹多高啊 173 一起去爬山 升到173 第三位就是我們小周遜 戴君竹 憲哥好 劉政老師好 大家好 看那個鬥魚嘛 妳就是演那個鬥魚是不是 是啊 是…而且還帶來妳的作品 對 我要送給憲哥跟劉政老師 是… 我有簽名所以妳 謝謝… 謝謝… 遊打學人是什麼 遊學達人 遊打學人 是… 再來就是我們加州 加利福尼亞華裔小姐 第三名就不用講了 就講華裔小姐 好… 以後就不要再講第三名這樣 是… 因為這裡也有一個第三名 真的 來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嗨 妳好 我是伊凡 我是伊凡 李玉浩 妳好… 中文還是要多學 妳既然在台灣發展的話對不對 四位一起來聊一聊 我們是從哪裡出道 好 其來有志嘛 對不對 對 妳是從哪裡不猜的 我猜 對 那是第一次上節目 之後有變化嗎 之後就是跟劉政老師 一起在那個全民大燜鍋裡面模仿 妳也有模仿過 我是 我有客串過 那時候辦大腸巾 大腸巾 我們都見鬼了吧是不是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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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在家裡 吃飯 吃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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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言情是怎麼入行 選妹 選妹 妳覺得選妹是一個入行的 好的方式嗎 我覺得現在 還是要把握機會吧 怎麼說… 因為現在其實台灣很多 妹妹已經就是 可能台灣很多人就是已經 踏上國際選美這個路線 但是 但是不一定說選回來 就一定有很好的成績 就是說在工作上面 妳才19歲 我現在20了 20了 還是很小 妳年紀很小 對耶 對啊 沒辦法 對啊 妳看周迅姐姐都快哭了 講到年紀 還有是不是 今天裡面最大 簡直是生人太生了 姊姊對不對 我真的不是故意 妳跟姊姊是同一個生肖的 真的 沒有 沒有啦 她是跟她 跟她就很接近 沒有啊 差一歲 來…周迅妹妹 妳是從那個鬥魚出來 對 第一部作品就是鬥魚1 鬥魚… 對 那一棒怎麼入行的呢 就也是選美 然後怎麼又遇到阿郭周遊呢 對啊 我是選美是去年去選美 然後我小的時候 在努澳梁長大的時候 努澳梁 就是被水淹了那個地方 對 就是我以前 爵士樂的故鄉 對 對… 可是我在那裡 4 5 6歲的時候就會 我走在街上很多人都會說 想要找我去拍廣告什麼 對 長那麼亮麗 這一定是不是 沒有 可是那時候還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說不要 不行 你剛剛講得像中立體 對 我也是這樣 她有一點像Shakila Shakila Wendy Yeah 謝謝 我多會誇獎人 妳長得很像周遊的角色 是周遊阿郭帶她 不是跟她長得像 是長得像Shakila 謝謝 謝謝 好… 妳要不要再跳一次 What a sexy girl 你做起來很猥褻 沒錯… 所以我不敢說 所以人家就找妳拍廣告或什麼 為什麼一直都沒有出道咧 那我就 因為那時候還太小 就爸爸媽媽都說應該先讀書 那可是我18 49歲的時候 搬到洛杉磯就更多機會 那裡 Hollywood很多人都會說 都要做這種演戲啊什麼的 展示行業 所以那時候就遇到更多人 然後我就來台灣的時候 就碰到阿哥 幸運就碰到他 對啊… 那接著下來就朝著演戲來走囉 應該是 方向 也是演戲嘛 小周遜 君主演戲 嚴謹 接到戲了嗎 嚴謹因為緋聞關係 所以戲劇都沒了 是嗎 是嗎 本來就是在 廣告什麼聽說就是因為那個緋聞 緋聞說什麼跟富商一起出入 三個鐘頭沒出來 今天剛好利用這機會在節目裡面 好好給他請教 當時我是跟我朋友出去 他說他要去他朋友家一趟 是那個Net的那個老闆 對 那個我不知道他是誰 我去的時候他們在聊天 他跟我介紹說是姓張 對 然後我也沒想什麼 他們聊天我就吃東西 之後我就走人了 總共是有三個女孩子 對 那時間有多長 我也不記得 因為大家聊天啊 吃東西啊 所以 因為我們看到那個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啦 妳利用 妳看能不能講清楚一點 我也是看到報導 看到報導才知道 他姓黃 我那一天純粹真的 妳剛剛說姓張現在又變黃了 他說那個人跟他說他姓張 我看到報導才知道說 那位先生是黃先生 對 那天的話我純粹是陪我朋友出去 就是 他說他要找他朋友一下 我就 好 我就去這樣子 所以妳也不了解他的背景 我不了解 因為 妳知道我一個人在台北 就是想說 有朋友介紹朋友的話那 妳應該告訴我 妳自己一個人在台北 對啊 妳什麼態度 妳什麼態度 妳給我講清楚 憲哥認識妳多少年了 我有過什麼不軌的行動嗎 你們 憲哥人很好 對啊 對不對 這個他鄉異地的遊子 我們要互相照顧嘛 對不對 租房子嗎 對 自己是吧 我有一些房子在租人 真的嗎 沒有 我講是講真的啦 你們這些人 憲哥我覺得你眼神很乖乖的 他房子會有中間式氣喔 不能住 中間是什麼 中間式氣 見鬼了 我都住在裡面玩中間式氣 可以開玩笑的啦 這一個部分 只有一首歌能形容 剛好有兩個是講英文的 我順便唱這歌 I guess the part of the game 我覺得 兩位老外 我這樣唱一首 我猜想這也是遊戲的一部分 The part of the game OK 唱得好漂亮 妳們不會唱得清楚 妳們兩個怎麼整齊的 妳聽不懂 她死也懂了 妳要是不解釋 沒有人知道妳唱什麼 I guess the part of the game 這樣可以清楚嗎 對嘛…不要敷衍我有沒有 因為為什麼你知道嗎 藝能界就是這樣 有沒有 這是一個廚房 妳進到這個廚房 妳還要沒有油煙 那是不可能的 袁甄妳有曾經被誤會過有沒有 完全沒有 因為從我一開始就是 對 那麼可愛 聽話唱 以前有人說妳很假 可是我一從開始的時候 就跟瓜哥合作 後來接下來到燜鍋 就是台哥 郭哥 孔哥 紅哥 輝哥 都是老一輩的人 所以傳不出緋聞來 可是我年紀很小 被傳的對象年紀也都很大 我很無奈 我只是一個小孩子 我覺得我才20歲 我覺得我應該要有更多空間 好 漂亮 這個說法很好 我們現場 我跟你講 女藝人 妳只要問到這個 她猶豫妳就知道答案 各位 我的答案一出來 問題一出來馬上回答 好 有沒有男朋友 有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袁甄妳先走 妳有公開承認過嗎 沒有 就是喜歡一個人 跟他在一起 有男朋友我就承認 有嗎 她現在 她是圈外的 圈外的 圈外的 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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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前就是這樣 因為她從我節目裡面 對 她真的就是這樣 對 還沒有林志玲就有她 而且她私下聲音就是這樣 是不是沒有林志玲的時候就有妳了 比林志玲爆紅前還早 那時候上我猜的時候 對…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次序弄一下 人家會覺得說 她是不是在模仿林志玲 對 她的工作是模仿林志玲 但現實生活當中的馮媛甄 比林志玲還要林志玲 是剛好那時候曝光的時候 是因為聲音的關係 所以其實還滿開心 因為聲音的關係 所以才被找去模仿林志玲 要不要看一下 林志玲 來…來一點… 那我用林志玲模仿 現在最紅的張國志老師好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妳看人家這個有沒有看到 這個要進入藝能界是要有準備 人家就是有準備 簡單的而已 來… OK 開始 大家好 我是才不會忘記你的志玲 志玲又來囉 志玲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志玲是要讓妳愛上9點半的 可是光有志玲沒有好的主持人 那怎麼行呢 所以志玲有沒有說過呢 好的主持人可以帶妳上天堂 不好的主持人會讓妳 一句話都不能講 所以志玲現在在學習 如何當個好的主持人 希望大家不要再幫我打分數好嗎 不要再幫我打分數 不要再幫我打分數了 志玲有說妳有沒有在聽啊 妳沒有聽嘛 掌聲鼓勵 好可愛喔 有沒有看到… 所以妳看她找到自己的一片天 有沒有看到 在那個大燈鍋裡面 這也非常好 她一看到妳出來就覺得好開心 所以妳就目前來講有男朋友 也承認 對 那交往多久 交往挺久的耶 每句算多久耶 真的 對啊 就自然而然 順其自然在一起 很開心這樣子 將來會考慮嫁給她嗎 當然會囉 真的嗎 妳會很快結婚嗎 我其實還滿渴望婚姻的 就是說現在演藝工作 可能只是現階段的 或還是希望進入家庭生活 這個哪一個男人擁有了她 就等於擁有全世界 她沒有人會放棄掉的對不對 妍姐 現在沒有男朋友 妳覺得問題出在哪裡 妳這麼漂亮 身材這麼海 有人追嗎 現在比較少 什麼有人追她還做了一個那個 就是這個人家來把她的紀錄 因為以前國中的時候就是 每天都會收到一些信 就是國中喜歡寫信 就我可不可以追妳 我可不可以跟妳當朋友 這種信收多了就會 滿無聊 就在家的牆壁上開始畫一個正字 三年下來就 算一算有嚇一跳這樣子 以嚇一跳是多少 破百 因為走在路上就會有人搭訕 那時候 那等於一年要三十來個 等於平均一個月要三四個這樣 合理 還滿合理 可是有時候是 其實不太一定 有時候是一個禮拜 剛好七天都有人 每天都有人這樣子 對 一個禮拜 剛好一個禮拜都有 有一次最高幾乎就是 每天剛好都有人遞情書來給我 可是我覺得 因為那時候我根本不會想要談戀愛 而且他們會跟蹤我回家 這種說法會不會感覺有點物化男生 如果我想追妳的話 我聽到妳這樣說我會打退堂 不是物化 就是那時候只是很 小孩子嘛 太無聊就是在牆壁上畫 之後我就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對 這好像美軍在那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有沒有 會在飛機旁邊畫上那個 就會打掉了幾部飛機 妳會這樣嗎 我不會 但是我有把就是 小時候男生寫給我情書 我都有留下來耶 真的嗎 我都 也是很多 然後我都有留下來 妳是將來落魄的時候 想列為長龐震動嗎 對 自己慢慢的回味 我現在很擔心什麼 跟我交往過的女生 保存我很多東西 然後到時候 妳覺得會不會這種情形 會不會 會 真的嗎 嗯 來… 君主 來 君主 妳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真的啊 是嗎 我看那個恐怖了 喜歡那個男的對妳有戰猶豫 對 甚至 打人也OK 猜扁妳 怎麼會這樣 妳是什麼心態啊 對音樂的請教我 特此澄清 那是一個玩笑話 就是我以前很喜歡古天樂 因為他演很多古惑在系列 所以每次記者就開玩笑說 如果他打妳呢 我說古天樂的話也好啊 這是一個玩笑 不行喔 不可以 沒有 沒有 我們已經有那個SM的畫面 你看 狗同色 你喜歡看 以前是狗同色 然後他靠起來 不是 一個玩笑 當然打是不行啦 但是我比較喜歡強勢一點 大男人一點的男生 女人喜歡被擁有 女人喜歡被擁有 被客戶 應該是被在乎吧 對 應該說女人喜歡被戰友 對 後來我才知道 有些女生 妳對她那麼好 她反而會覺得 妳不愛我 妳對她百依百順 她晚上我要到夜店去玩 好 我跟朋友 可能兩個人不在同一個地方 距離 然後我晚上 好啊...那妳就去 她反而會很痛苦 這個男的根本不愛我 妳如果說 每15分鐘 半個多鐘頭打一 妳要注意安全 旁邊什麼… 可是那也很Over 15分鐘打也滿Over的 不要15分鐘 一個鐘頭打一下OK的 那還滿閒的 就一直拉手機在那邊等 他可能喜歡女生那種 比如說他今天穿得很性感 然後男生就說 我不許你穿這麼性感出去 對不對 對 就是男生要比較強勢 比較有想法一點 對啊 可是我會 這樣我會不高興 真的嗎 我覺得彼此 讓彼此都要有空間 那個妳那個 妳那個 短褲用的布料未免太少了 對 男朋友都會 妳給我 不准妳給我穿這樣 腿那麼漂亮 沒錯 留在家裡就好 為什麼要拿出去外面給人家看 我是工作啊 我會跟他講 我就要溝通吧 而且我穿什麼衣服是穿在我身上 不是妳身上 我覺得彼此都要有空間 我覺得 因為現在成年人 不應該限制那麼多 Yvonne妳有交過男朋友嗎 沒有 沒有 What W-H-A-T What 不是 沒有男孩 不是 我沒喜歡過男孩 可是就是我是 我是比較自由 我不喜歡 我就是不喜歡人家管我 所以我也不喜歡有這種說 我想要做我要做的 我要比較自由 請問妳妳多年紀嗎 24 24 妳沒有男朋友嗎 我不是 我是去約會過 可是就是說 真的男朋友這種 真正的男朋友沒有過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說太真正的時候 我就 真的嗎 對 可是我覺得萬一我要真正 我會很真正 所以我就說 那就是說要嫁給人的那時候 你知道嗎 就是固定下來這樣 我現在是覺得說 我就自己做自己就比較好 這樣的有舞 而且是在 而且在 對啊 什麼 可是我覺得我的朋友都很 都是很自由 就是說 大家都是朋友 結果我們都去玩 都沒有什麼 這種說被綁住的感覺 都沒有我朋友 有沒有人牽妳的手 我不喜歡人牽我的手 OK 好 舞池裡面突然間跳舞的時候 他擁抱妳 然後 沒有 他的樂園 隨便的 沒有 某些地方 就是妳的朋友 誰你愛 誰你喜歡 像我看我的朋友 在紐約是這種 可能是文化 可是朋友都會抱在一起 說親戀什麼什麼 BuddyBuddy的那種 說分靈 我不是說BuddyBuddy 你在講什麼 真的那種Kissing 對啊 我幫妳來 我Kiss過 蛤 我Kiss過 真的嗎 妳有蛤 妳也Kiss過 我Kiss過 沒有 我是問真的嗎 所以有啦 也算有交過男朋友 可是沒有很實際的 沒有論結婚嫁 就是已經考慮到 不是像我們說 兩個人手牽手接吻就交男女朋友 他們的定義 男女朋友是真的就是論結婚嫁 交往很久的那一種 才叫男女朋友 他們所謂的那一種就是 兩個人朋友這樣 是超越了友誼的關係 對 但是如果我不說 妳是我的男朋友 妳就不是喔 蛤 可以是做了那件事情 然後我們還不一定是男女朋友 對啊 他們 這是什麼關係 不要忘了 憲哥您以為在西雅圖 這就沒有 這… 喂 異語驚醒夢中人 對 又有時差 我的媽 我在睡覺 她正在活動 對 那妳的看法呢 對 妳覺得他們這種老外觀念 我覺得還好 就是 每個人年輕的時候應該 都要有一段瘋狂的歲月 是嗎 我覺得每個人觀念不同 就是 那妳可不可以 嚴謹把妳瘋狂的歲月 那一段時間讓我知道 也沒什麼瘋狂 妳一直都看得到我 就是 16歲的時候就是 在做模特兒就開始工作 對啊 我那時候就常常憲哥的節目 熟到很早 然後經常在我節目裡面出現 對 以你們四位來講 元澄跟你們又不一樣 她是家教 管教 極為嚴苛 是爸爸比較古板 八古一點 是嗎 怎麼樣… 聽說比較早早就要回家 然後家裡面還裝六支監視器 幾點放學要幾點到家 後來家裡面 就是連路口都有監視器 不過是剛好我家是通訊行 所以 是什麼意思 家裡是情趣商店 也不可能帶到暗磨棒 爸爸是在情報局做事嗎 他就是想監控我的一舉動這樣子 對 可是 習慣就好了 那如果吹妳的男生打電話到妳家 或是在妳家門口站崗呢 我們家因為是通訊行關係 所以那個電話就是媽媽還可以就是 大家全家人一起聽妳講電話 就每一支分機拿起來 妳在講什麼話大家門還會插嘴 說譬如說人家約我看電影 我第一回頭說她也要去 我媽說那帶我一起去啊 我就特別聽光光了 天啊 妳這個男朋友怎麼會受得了呢 現在是因為自己住台北 媽媽管不到 自己住台北 妳要特別小心喔 小心 要懂得要保護自己 因為 妳爸爸的心情對不對 這個…目前來講 算是一切都還不壞了 進入藝能界有沒有讓妳覺得 妳個人妳會覺得說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我很難過這樣 袁正 其實我都知道我還好 妳是壯氣學業 其實因為剛好是跟弟弟一起 就是讀大學 我大三 他大一 可是那學費壓力 真的還滿沉重的私立大學的話 所以就是剛好 不是那麼喜歡念書 借口說那省學費 而且是演藝工作 對 又可以賺錢 不過我一直把演藝工作 當作是一個副業 或者是打工而已 因為還是希望有自己的事業這樣子 妳想要做什麼呢 妳想做什麼嗎 一開始是想當老師 原夢喔 真的嗎 憲哥可以出錢 因為你想要開什麼店 方文山妳看 長得怪怪的 他當作出版社老闆 你現在 他一年出24本書 一年賺三個股本 比如說這家公司一千萬 他一年賺三千萬 很厲害 方文山啊 對啊 人不可貌相嘛 對不對 很想當繪畫老師 老師啊 對 好… 怎麼自理人家 我那個幫不了忙 我幫人家開個畫一下 我這幾天在 我告訴妳 她的這個厲害了 這幾天在 彥謹喜歡畫畫 因為心情比較不好 她畫了很多不錯的畫 可是 這一張是怎麼樣 這一張 來…拉著她的 這一張是送給我朋友的 像我的背景是紫色的 因為我覺得世界比較神秘 紫色是代表神秘 然後我刷上一點點紅色的是 有點血腥 但是她在世界裡面找到她的路 所以她就是很雀躍的 那她有一顆紅色的星星 對 因為她很雀躍 就是她找到她人生的路 所以她就很努力的去走 懷著一個這個炙熱的心 炙熱的心 然後一步一步往上爬 對 因為白色是純潔 我覺得 每個人對夢想 理想都會覺得 走正圖 很純潔的 對 不錯… 真的有寓意 她這個跟國際上一個 很有名的畫家的畫風是一樣的 有沒有 妳懂我在講哪一個嗎 她也是人很簡單這樣 可是 這一張是叫做悲劇的主角 我幫這個人畫一個美光燈 因為我覺得心情不好的時候 你可能畫出來東西會投射 這袋子用藍色式代表憂鬱 對 可是如果說是那個心理老師 可能會解讀說 畫這個畫小朋友可能是 憲哥來 我就是那個心理老師 是嗎 各位 紅色代表了血腥的感覺 但是在這個黑人當中 他又有一個紅色的 打在他身上 對 媒體的壓力 搞得他想要投還自盡 這個就是畫這個人 他心裡面 所想要表現的一個感覺 而 懸良自盡這個人 最有可能的是什麼 是阿嘰拉 因為地上有一個 他的表演工具是一個板凳 所以應該是阿嘰拉本人 這張嗎 不是 這張好像妳是經典一樣 這張… 這張 這張叫做角落 對 就是我是用顏色的深淺度 讓人在角落 就是藍色比較憂鬱 我覺得妳有種族歧視 妳們不能畫一些白人 對啊 我的重點不在人物上面 就是 永遠會破 等我開心一點的時候 我會畫比較靚麗的畫 對 可是我覺得妍瑾不開心 我看著她長大的妳知道嗎 其實開玩笑歸開玩笑 我是無色無害 你看我們也不會跟人家要電話 要電話也是為了公事上的 對不對 真心的去關愛她們 然後我看著妳 把妳的心先純淨下來 我私底下我再跟妳講 妳請就… 長那麼高 讚人討厭 所以妳這樣 聊到元甄 因為她那個後來是那個 解約了是不是 對 沒錯 她跟經紀公司就是 詹仁雄先生 詹哥 對 為什麼當時她簽妳是 因為她想說要做演藝工作 就要當全職的藝人 可是 我就是 壓力太大有沒有看到 對啊 剛剛我們故意 我想說就不讓妳流淚了 沒有 我沒有流淚 繼續把她講完好了 妳的人生是充滿了 很大的一個悲傷 妳會覺得嗎 來…周訓名拿一點 來 我覺得 一個女孩子可能家庭不好 很想要很認真的 走每一步的時候 是很需要大家的支持的 然後我真的是很希望 大家可以給我一些空間 去表演 我覺得 我是真的很認真想做任何事情 包括念書 我可能我的環境問題 我沒有辦法再繼續念書 可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學習 包括我會不停的買書 我會看 畫畫什麼我都選 可能自己自修 但我覺得 為什麼這樣子 我就還承受這樣的壓力 所以我真的 再出來我是覺得 我不能這樣被打敗 我一定要再努力 唯能打敗自己的就是自己 對不對 妳永遠不放棄 永遠不放棄 對不對 對不對 是吧 永遠不給妳上 上嗎 因為我是覺得 永遠不放棄 永遠不放棄 所以真的妳的 未來還有很多種可能的 對 妳才20歲嘛 妳怕什麼 妳現在跳國標都能幹掉她 對啊 因為那麼長的時間 我很少就跳 她20歲跳也OK了 所以沒關係啦 其實妳也是 小周迅也是 君主對藝能界失望嗎 還好啦 有沒有吃過很多的苦頭或什麼 我還滿幸運的 就是遇到人都對我很好 可能因為我一出道就是拍戲 我第一部鬥魚之後 就到內地去拍戲 所以可能在內地會有比較多的 因為我是一個人過去 沒有任何人帶妳或什麼 沒有 因為我每次都跟我經紀人說 拍戲很無聊 因為她在旁邊等 我就覺得她很無聊 我就說沒關係我自己去就好了 我就每次都扛著自己 兩箱行李去這樣子 有艷遇嗎 對 可是那是有內地的演員 還不錯的 敲門 可是就沒有 因為他們其實在內地工作 跟我合作過的演員 就覺得我有自閉症 妳也是有需要 就是說 有人陪妳聊天或什麼 沒有 他們都覺得我有自閉症 他們都打電話跟我經紀人說 君主是不是有自閉症還是憂鬱症 因為我只要下了戲 就是馬上回房間 然後只要我兩天沒有戲 我就兩天都不出房門的那一種 真的嗎 妳都在房間做什麼 狂看DVD 看書 我會去買很多DVD回來看 可能就是跟我這個 現在演的角色類似的 我就買一堆一直看…這樣子 天啊 我突然間覺得 妳們的生活不夠快樂 一旁的還算比較快樂 因為我看得出來 眼神一看就知道傻大姐嘛 圓家很傻大姐 24歲 然後什麼事情都發生了 她沒有 我沒交男朋友 對啊 是有那個情緒 交男朋友也不是表示什麼 那妳現在這個進到這一行裡面 有什麼樣的工作可以開始的嗎 希望 看這裡可不可以拍戲 可是我就是比較困難 因為我不會讀中 一點點啦 還會 還可以 對 OK的 OK的 聽說阿姑最近要拍一個 她個人的傳記 請妳演她年輕的時候 妳一直在掙扎這件事 掙扎是什麼 掙扎就是 忐忑 一直在要或不要 當然會要 對 很有禮貌很乖巧的一個女孩 不敢違背這個長輩的這個說法 好不好 四個人 我們現在馬上來才藝表演一下 聽說都有才藝 那元甄已經算表演完畢了對不對 OK了 OK了 好 那妳也來一個囉 妳畫畫 還是妳要 跳舞 跳舞是不是 好 好厲害喔 在樓正老師面前跳舞 露卡露去 妳看她身高 比例 味道 根本就是個老腕 來…我們來一段什麼樣的舞蹈 什麼風格 比較性感一點 性感的… 好 性感的 Tong Sam of the Music 這是孔雀舞嘛 有一點那種硬度的感覺 女兒 她們很像是孔雀舞 漂亮 叫我 拍牌 就像是孔雀舞 對 她們在這裡 跳舞 有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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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所以 妳很像是孔雀舞 我們要不要講 謝謝妳 小姐 我在這裡 叫我 沒有 過 I feel asleep and tell us go to the peace Make all my wishes come true Come on away with me and my lov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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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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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a supermodel And I just know we'll have a good time Don't you think so? I do And I just know we'll have a good time I love a good time 掌聲鼓勵 不錯…來…保座休息 來…老師…講一下… 真的不錯 因為眼睛她很高 通常高的女生她的那個肢體的協調性 完成度不是那麼流暢 好像會卡卡 可是她剛剛那個手勢 還有那個眼神 其實你OK的 真的 好 來…君主來一下 聽說要唱歌是吧 就是那個 因為我之前演小誠故事 在裡面是一個愛唱歌的女孩 可是我特辭要說 為了這件事情 我緊張了兩天睡不著 不會啦 因為唱得不好 我們也可以再重來 那憲哥你要跟我一起唱嗎 陪妳…好不好 很少看人家小誠故事 還要大字報的 對不對 不要緊張來 不要緊張 來… 憲哥我覺得很像安達幼石 對…很可愛的嘛 好 來…音樂 來… 小誠故事多 小誠故事多 充滿喜和樂 唉呀… 若是你的小誠來 收穫特別多 看似一幅畫 聽上一首歌 歌曲护一幅畫 留下的一首歌 這故事真不錯 親密的朋友一起來 小車外做客 不錯… 我還是回去演戲好了 沒有…好好加油 但是我跟你講 對自己有信心是成功的開始 有沒有 妳以前不常唱歌嗎 還是怎麼樣 那我就演戲的 對啊 憲哥你要幫我出唱片嗎 沒有… 沒有這個意思 對啊 所以有時候很難講 你看我是一輩子當歌星 我考試的時候 我考那個大學 我沒有考數科 我抽到的時候是什麼 你看 戲劇科我怎麼考得上 我竟然抽到歌星 我現場就唱起來 山塔路奇亞第一首 第二首 就唱了那個晚安曲 晚安曲 就飛魚 還模仿飛魚 山塔路奇亞 山塔路 什麼 你說你剛剛唱 山塔路奇亞 山塔路奇亞 山塔路奇 就這樣 那個 Oper 對 妳要震責住 讓那個評審 所以妳有考上嗎 想到憲哥喜歡唱聲樂 可是沒有畢業 這樣 彈藝大彈藝廳 好 來…幫妳休息 預備 再來是我們Ivonne 蘇伊 她帶來的這個才藝可就厲害了 到前面來好了 好 來… 好 帶來的才藝是 就是要表演那個喜怒哀樂 這麼普通啊 有…零食啊 好… 可是我可能弄得很特別 好… 來…我們就喜怒哀樂 預備 注意喔 怒 對不起… 我還願意要哭 好… 妳以為要依照順序 我這一招已經整壞了 所以又不會依照順序 喜 NO 因為她現在聽我的口令在做動 對 樂 聽得懂 愛 悲傷朱莉耶 這難的 騷養男人 你懂嗎 騷養 對 不就是 叫劉甄姐姐演給妳看 預備 在這樣 預備 開始 卡 我演一次給妳看 騷養男人 預備 OK Action 憲哥這很像有那一集 最後是什麼 噴腹筋 好 旁邊休息 謝謝 掌聲鼓勵一下 不錯 對啊 可愛的女生對不對 我們現場四位 我們就來結尾 做一個可愛的小遊戲好不好 對顏色的反應 旁邊有個氣球 你們要輪返拿在手裡 好 來…先把手套掛起來 女生 她們這個纖細的御手 不能給受傷了 她們會怕 好…來 好 從妳也可以來 好不好 成語接力這樣一個一個過來 她叫成語 一鳳妳知道要講成語嗎 成語妳會嗎 成語 我不會成語 成語不會 顏色呢 紅藍綠 對 那個可以嗎 就講什麼顏色 可以喔 紅藍綠 然後什麼… 不是要講紅色的什麼 對… 會嗎 消防車什麼…這樣 好 1 2 3 GO 綠 白 黑 草 白 云和黑頭髮 好 下一位 紅 紅 藍 紅色 藍貼 白 云 不能紅色 紅 紅 藍 草莓… 草莓 不能打怕死 草莓 草莓 番茄… 草莓番茄 喊什麼 藍 藍… 妳快點 藍 還什麼 藍到比 不行 不能… 什麼顏色 什麼 藍有什麼 藍青眉 藍子什麼出來不行 紅 藍 藍 什麼是藍的 藍 好 四位請起立 我怕妳們擋到臉了 起立 藍一點… 藍 天 天空 天空 可以 黑 黑 黃 頭髮 眉毛 太陽 紅 紅 藍 綠 紅 藍 綠 紅 藍 綠 什麼 海水 紅 藍 綠 綠是什麼 紅 紅 蘋果啦 蘋果 藍 綠 綠 綠色 下一位 什麼 紅 黃 綠 紅 黃 黃 太陽 草地 和草莓 黃是藍 可以嗎 黃是太陽嗎 黃 紅 白 黃 紅 白 香蕉 紅紅 青椒 好 紅椒 不… 都是椒啦 很廣告啦 雪 雪 雪 還有什麼 白 白 下雪 雪… 來… 藍 黑 紅 藍 黑 紅 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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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蘋果 蘋果 好 黃 黃 黑 兄弟相 還有 兄弟相 漂亮 黃 黃 黑 還有流程 Cobra 算不算黑 黑 可憐一下 來… 眼睛 眼睛 可以… 綠 綠 白 綠 綠椒 辣椒 沒有綠椒啦 沒有綠椒啦 沒有綠椒 沒有綠椒 綠 蘋果 綠蘋果 沒有綠蘋果 有啊 還有草 有綠蘋果 綠色 綠 綠什麼 什麼 綠 黃 紅 紅 黃 計程車 還有什麼紅 紅 口紅 口紅 哪裡 黑 白 綠 黑 黑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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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棉花 棉花糖 棉花 綠 綠 草地 草地 綠色 黃 綠 綠 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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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 變 綠 黑 草地 黃新 我自己也 不是 好 黑 黑 紅 黑 黑 紅 原生加油 還有山洞 還有紅色有什麼 什麼 沒關係 我跟你講 我真的很會發 等一下 我們現在講話你聽得到嗎原生 有沒有惡名 一點惡名 太該了